七十六行者總召陳修將八號與女友入住 蒲新鄉某汽車旅館 結果疑似毆打女友致死 檢察官認為陳修將涉有殺人的罪嫌 而且有逃亡串政之餘 向法院申起羈押禁見 詳細的狀況我們連線給記者陳卓瑜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畫面中可以看到穿白色上衣 低頭不語的男子就是涉嫌殺害女友的七十六行者 總召集人陳修將 八號他跟女朋友共同入住 蒲新某汽車旅館 結果十五號凌晨 他開車送女友就醫 結果女方到院之前 就已經明顯身亡 身體還有多處大面積的淤筋 院方認為這個子硬不單純 因此報警處理 十五號晚間警方認為陳修將 聖嫌重大 醫傷害殺人等罪 移送彰化地檢署 檢察官證訊之後 陳修將也坦承跟女友起了爭執 還拉他的頭髮 使他的頭部撞擊重物 造成硬腦磨下脫血致死 檢察官認為他有逃亡串貢之餘 因此向法院申請擠壓警戒 以上是最近消息將實驗鏡頭 降緩棚內